臣子临 尤其是至臣 真感同啊 我们看到一个光点 那个也是从大陆 他们带到香港来的 内容是二次大战 中日双方的阵亡将司 他们说他们现在还在打 因为他打死的时候 他那个记忆里头就在打仗 所以现在还在打仗 苦不堪言 非常痛苦 这有两个将军代表 一个是日本的将军 一个是中国将军 来求超度 他们是做了超度啊 所以这些将军跟他说 是有些人超度了 大部分人没走 他为什么原因呢 你们不诚意 你们没有诚意啊 我们去不了啊 你们做这个佛事要要拿出真诚心去做 我们才能得受用 你看 跟鬼与神都要有成绩 没有成绩 鬼与神得不到礼 神经是真心的 真心是从信的里头流出来的 自性里流出来的 不属于阿赖耶 阿赖耶是忘心 真心里面流出来的 这上面感动佛菩萨 下面感动鬼神 能感动云飞软动 能感动树木花草 能感动山河大地 这就是现代科学家发现的 念力的秘密 科学家也明白这些道理 虽然没有将尘 没有将至尘 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运用念力 来解决问题 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的念力要集中 不能散乱 要集中 就是佛在经上说的 智行一出 无私不办 智行一出 那就是地理 就是三美 所以心散乱 妄念很多 妄想残念多 那就没办法 一归做得在书 没有诚意 既归神 归神不来想 供佛菩萨 佛菩萨 不来受供 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菩萨 有能力 有能力 分身 到一切祝福 刹土里面去 供佛 问法 不去 不去 不去也行 就在极乐世界 自己 自己 自己以真诚心 来供养 摄方祝福 米头 米头 第三十八愿的加持 摄方祝福 也来应酷 一次 请不吝 Cotton 这回来 还有 15